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柯林斯爱分享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免费的字幕工具 它可以识别视频语音 自动生成字幕SRT文件 这个软件使用起来非常的简单 直接将我们的视频或音频 投入到这里 我们以这个MP3文件作为一个测试 直接将它投入到这里 然后点击生成文件 等这里提示任务完成 我们的字幕就做好了 它生成字幕文件和音频文件 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 也就是这里 我们用机词盘打开看一下 然后我们对照一下 它这个识别拯救率非常的高 我先声明一下 这个软件本身是免费的 它是利用了第三方的公共云服务接口 来实现语音转字幕的相关功能 所以在使用这个软件之前 必须自主开通第三方的云服务 它才能正常使用 今天主要是讲新建阿里云语音引擎 和OSS对象存储设置 接下来我们请看教程 Vidio SRT是一款利用公共云服务的接口 能实现快速 批量地识别媒体文件语音 为媒体文件自动创建中英文字幕文件 本次教程的内容为 阿里云的相关服务开通与软件配置 教程主要分五个步骤 第一步 请先自行注册阿里云账号 并完成账号的 个人或企业的实名认证 在本次视频教程中将跳过此步骤 第二步 开通阿里云访问控制服务 我们打开阿里云网站 进入用户控制台 在产品服务中搜索 访问控制服务并打开 点击确认开通服务 进入管理控制台 进入用户操作界面 点击新建用户 填写登录名称 并选择编程访问 确定创建用户 创建用户成功后 可以看到该用户的XSKID和XSKSECRET 这两个配置可以记录下来 后面在软件配置需要用到 或者我们可以点击下载CSV文件 文件中也会保存用户的配置信息 然后我们需要给该用户添加权限 在搜索框中 搜索对象存储服务和智能语音交互 并将其管理权限添加到账号 访问控制服务的开通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 开通阿里云OS对象存储服务 在产品服务中搜索 对象存储服务并打开 点击确认开通服务 进入管理控制台 我们先创建一个存储空间 点击右上角的创建Bucket 点写Bucket名称 并将存储空间的读写权限 设置为公共读 其他默认即可 然后点击确定创建即可 创建成功后 我们可以看到存储空间的管理界面 后面软件使用过程中 软件会把临时的音频文件上传至存储空间 你可以在文件管理内对这部分临时文件进行定期删除 避免造成达 对象存储服务的开通就 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进入下一步 第四步 开通阿里云智能语音交互服务 在产品服务中搜索 智能语音交互并打开 软件目前使用的业务接口是录音文件识别 目前阿里云提供免费版和商用版 免费版每日有两小时的识别时 长额度限制 对于个人普通的需求是足够的 是否需要开通商业版 取决你的使用量和业务需求 点击确认开通服务 进入管理控制台 点击进入项目管理界面 首先先创建一个项目 填写项目名称 在项目配置中 选择采样率和语音识别模型 采样率请固定E6K 语音识别模型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用于识别英文就选择英文模型 用于识别中文就选择中文或者行业领域模型 点击发布上线 保存项目配置 切回到项目管理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项目的App Key 这个配置在后面软件设置也会用得到 智能语音交互服务的开通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进入下一步 第五步 设置软件相关配置 我们先打开软件 我们需要新件语音引擎 然后再设置OS对象存储的配置 点击新件语音引擎 这里名称 别名可以根据场景随意填写 这里的XSKID 和XSKSECRET 就是访问控制用户 的XSKID和XSKSECRET 这里的App Key指的是 智能语音交互服务中项目的App Key 这样 语音引擎就创建成功了 然后打开OS对象存储的设置 这里的XSKID 和XSKSECRET 依然还是填写 访问控制用户的XSKID和XSKSECRET BuckyName就是我们刚刚创建的存储空间的名称 Endpoint对应存储空间的Endpoint地域节点 注意这里需要外网访问的地域节点 BucketDomain对应存储空间的Bucket域名 这里也是需要外网访问的Bucket域名 点击保存 这样OS对象存储也设置成功了 接下来就可以正常使用软件了 我们先来测试下运行是否正常 我们可以将媒体文件直接拖入软件中 也可以通过左上角的打开媒体文件的操作 将媒体文件加入软件中 点击生成字幕就可以等待运行结果了 任务运行成功后 就可以看到字幕文件已经出现了 这里之所以有两个字幕文件 是对应音频的两个音轨 如果音频的音轨一样的情况下 那字幕也是一样 至此阿里云相关服务开通 与软件配置的教程已经结束了 好如果需要这款软件的话 请私信发送字幕工具四个字 我会把这个软件免费发送给你 如果这期的视频对你有用的话 请记得关注和点赞 或者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这里是柯林斯爱分享 越学习越成长 我们下期见